话说当下宋江不合将五两银子 激发了那个教师 只见这阶阳镇上众人从中钻过这条大汉 睁着眼喝倒 这丝那里学的这些鸟枪棒 来眼这阶阳镇上逞强 我已吩咐了众人修采他 你这丝如何卖弄有钱 把银子赏他 灭暗阶阳镇上的威风 宋江应道 我自赏他银两 却赶你身世 那大汉揪住宋江喝倒 你这贼配君赶回我话 宋江道 做什么不敢回你话 那大汉提起双拳 披脸打来 宋江躲个果 那大汉又赶入一步来 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 只见那个使枪棒的教头 从人背后赶将来 一只手揪住那大汉头巾 一只手提住腰胯 往那大汉肋骨上指一兜 亮呛一跤 颠翻在地 那大汉却在挣扎起来 又被这教头只一脚踢翻了 两个工人劝住教头 那大汉从地下爬将起来 看了宋江和教头说道 使得使不得 叫你两个不要慌 一直往南去了 宋江且请问 教头高兴 何处人事 教头答道 小人祖冠河南洛阳人士 姓薛 宁勇 祖父是劳重精烈 相公帐前军官 唯阴误了同僚 不得生用 子孙靠使枪棒卖药度日 江湖上淡呼小人 并大重薛勇 不敢拜问恩官高兴大名 宋江道 小可姓宋 宁江祖冠运城县人士 薛勇道 莫非山东及时与宋功名吗 宋江道 小可便是 薛勇听吧 便拜 宋江连忙扶住道 少叙三倍如何 薛勇道 好 正要拜时尊严 小人无门得欲兄长 慌忙收拾起枪棒和药囊 同宋江便往临近酒室内去吃酒 只见酒家说道 酒肉自有 只是不敢卖鱼你们吃 宋江问道 原和不卖鱼我们吃 酒家道 却才和你们撕打的大汉 已使人吩咐了 若是卖鱼你们吃时 把我这垫子毒打的粉碎 我这里却是不敢误的 这人是此间接阳镇上一把 谁敢不听他说 宋江道 既然嫩地 我们去修 内斯必然要来寻闹 薛勇道 小人也去店里算了房钱还他 一两日间也来江州相会 兄长先行 宋江又取一二十辆银子 与了薛勇 辞别了自去 宋江指得自和两个工人 也离了酒店 又自去一处吃酒 那店家说道 小狼一字都吩咐了 我们如何敢卖鱼你们吃 你往走 胆子费礼 无济事 宋江和两个工人都则生不得 连连走了几家 都是一般话说 三个来到市烧尽头 见了几家打火小客店 正带要去投诉 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 宋江问时都道 他已诸小狼连连吩咐去了 不许安住你们三个 当下宋江见不是话头 三个便拽开脚步 往大路上走住 看见一轮红日低坠 天色昏暗 但见 沐烟迷远秀 寒无所长空 群星拱浩月争辉 绿水供青山斗壁 书林古寺 树生中运悠扬 小浦渝州 极点蚕灯明面 枝上紫柜提叶月 园中粉碟塑花丛 宋江和两个工人见天色晚了 心里越慌 三个商量道 没来由看事枪棒 误了这丝 如今闪得前部八村 厚不住店 却是头那里去素是好 只见远远的小路上 望见格林深处射出灯光来 宋江见了道 乌那里灯光明处 必有人家 折磨怎能陪个小心 结束一夜 明日早星 工人看了道 这灯光处又不在正路上 宋江道 莫奈何 虽然不在正路上 明日多行三二里 却打身了不紧 三个人当时落路来 行不到二里多路 林子背后闪出一座大庄院来 宋江和两个工人 来到庄院前敲门 装客厅的 出来开门道 你是圣人 黄昏半夜来敲门打户 宋江陪着小心达道 小人是个犯罪配送江州的人 今日错过了速投 无处安歇 欲求贵庄借宿一销 来早一粒百那房金 装客道 既是嫩地 你且在这里少待 等我入去报知庄主太公 可容极限 装客入去通报了 府翻身出来说道 太公相请 宋江和两个工人 到里面草堂上参见了庄主太公 太公吩咐 交庄客领去门房里安歇 就与他们歇晚饭吃 庄客听了 引去门首草房下 掂起一碗灯 交三个协定了 取三份饭是 羹汤菜书 交他三个吃了 庄客说了碗碟 自入里面去 两个工人到 雅思 这里又无外人 一发除了行家 快活睡一夜 明日早星 宋江道 说的是 当时去了行家 和两个工人去房外敬手 看见星光满天 又见打麦场边屋后 是一条村屁小路 宋江看在眼里 三个静了手 入进房里 关上门去睡 宋江和两个工人说道 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 刘矮们歇这一夜 正说间 听到庄里有人点火把 来打麦场上 一到处照看 宋江在门缝里张时 见是太公 引着三个庄客 把火一到处照看 宋江对工人道 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 渐渐都要自来照管 这早晚也未曾去睡 一地里亲自点看 正说之间 只听到外面有人叫开庄门 庄客连忙来开了门 放入五七个人来 围头的手里拿着泼刀 背后的都拿着倒叉棍棒 火把光下 宋江张看时 那个提泼刀的 正是在阶阳镇上 要打我们的那汉 宋江又听到那太公问道 小狼 你那里去来 和圣人死打 日晚了 拖枪拽吧 那大汉道 阿爹不知 哥哥在家里吗 太公道 你哥哥吃得醉了 去睡在后面亭子上 那汉道 我自去叫他起来 我和他赶人 太公道 你又和谁合口 叫起哥哥来时 他却不肯甘休 你且对我说这缘故 那汉道 阿爹你不知 今日镇上一个 使枪棒卖药的汉子 颇奈内斯 不先来见我弟兄两个 便去镇上撇个卖药 教使枪棒 被我都吩咐了 镇上的人 分文不要与他赏钱 不知那里走一个囚徒来 内斯做好汉出剑 把五两银子赏他 灭暗街阳镇上围风 我正要打内斯 堪恨那卖药的脑 就翻我 打了一顿 又踢了我一脚 至今腰里还疼 我已叫人 四下里吩咐了酒店客店 不许着这丝们 吃酒玩谢 先教那丝 三个金业没存深处 随后吃我教的 赌房里一伙人 赶将去客店里 拿的那麦药的来 尽气力打了一顿 如今把来掉 在独头家里 明日送去江边 捆作一块 抛在江里 出那口鸟气 却只赶着两个工人 压得囚徒不住 前面又没客店 竟不知头那里去宿了 我如今叫起哥哥来 分头赶去 捉拿这四 太公道 我而羞嫩的短命想 他自有银子 赏得卖药的 却与你慎事 你去打他作甚吗 可知道着他打了 也不曾伤众 快依我口便罢 修叫哥哥得知 你吃人打了 他肯干罢 又是去害人性命 你我说 且去房里睡了 半夜三更 莫去敲门打户 鸡脑窜放 你也鸡些阴德 南汉不顾太公说 拿着泼刀 进入庄内去了 太公随后也赶入去 宋江听罢 对工人说道 这般不巧的事 怎生是好 却又撞在他家投诉 我们只已走了好 躺货这次得知 必然吃他害了性命 便是太公不说 庄可如何敢瞒 两个工人都道 说的是 事不宜迟 急早快走 宋江道 我们修从大路出去 躲开屋后 一堵壁子出去办 两个工人挑了包裹 宋江自提了行家 便从房里挖开屋后 一堵壁子 三个人便趁星月之下 望林木深处小路上 只顾走 正是慌不择路 走了一个更刺 望见前面满目炉花 一派大江 滔滔乱滚 正来到寻阳江边 有时为政 撞入天罗地网来 宋江时简时堪爱 才离黑煞凶神难 又遇丧门白虎灾 只听着背后喊叫 火把乱鸣 吹风胡哨赶将来 宋江只叫得苦道 上仓就已救泽个 三人躲在芦苇丛中 往后灭食 那火把渐进 三人心里越慌 脚高不低在芦苇里撞 前面一看 不到天尽头 找到地近处 定目一观 看见大江拦截 侧边又是一条阔岗 宋江仰天探道 早知如此的苦 犬且在梁山坡也罢 谁想直断送在这里 宋江正在危急之际 只见芦苇从中 悄悄地忽然 摇出一只船来 宋江见了 便叫烧公 且把船来救我们三个 俺与你几两银子 那烧公在船上问道 你三个是什么人 却走在这里来 宋江道 背后有强人打劫我们 一昧地撞在这里 你快把船来渡我们 我多余你些银两 那烧公听得多余银两 把船便放拢来 三个联邦跳上船去 一个工人便把包裹丢下舱里 一个工人便将水火棍撑开了船 那烧公一头搭上炉 一面听着包裹落舱 有些好响声 心里暗喜欢 把炉一摇 那只小船早当在江心里去 暗上那火赶来的人 早赶到滩头 有十数个火吧 围头两个大汉哥挺住一条舖刀 随后有二十余人 各执枪棒 口里叫道 你那烧公快摇船拢来 松江和两个工人坐一块 扶在船舱里 说道 烧公确实不要拢船 我们自多与你些银子相谢 那烧公点头 只不应暗上的人 把长帮上水 咿呀呀的摇枪去 那暗上这火人大喝道 你那烧公 不摇拢船来 叫你都死 那烧公冷笑几声 也不应 暗上那火人又叫道 你是那个烧公 直嫩大胆 不要拢来 那烧公冷笑应道 老爷叫做张烧公 你不要咬我鸟 暗上火把丛中 那个长汉说道 原来是张大哥 你见我弟兄两个吗 那烧公应道 我又不下 坐甚么不见你 那长汉道 你既见我时 且咬拢来和你说话 那烧公道 有话明朝来说 趁船的要去得紧 那长汉道 我弟兄两个 正要捉着趁船的三个人 那烧公道 趁船的三个 都是我家亲眷 衣食父母 请他归去 吃完板到面子来 那长汉道 你且摇拢来和你商量 那烧公又道 我的一饭 倒摇拢来把与你 倒乐意 那长汉道 张大哥 不是这般说 我弟兄只要捉着囚徒 你且拢来 那烧公一头摇拢 一面说道 我自好几日 接的这个主顾 确实不摇拢来 道吃你接了去 你两个只得羞怪 改日相见 宋江不晓得 烧公画礼仓 秋 在船舱里 悄悄地和两个工人说 也难得这个烧公 救了我们三个性命 又与他分说 不要忘了他安德 却不是幸得 这只船来渡了我们 却说那烧公摇开船去 离得江岸远了 三个人在舱里 望岸上石 活巴也自去 芦苇中明亮 宋江道 惭愧 正是好人相逢 赫人远离 切得拖了这场灾难 只见那烧公摇住鲁 口里唱起胡舟歌来 唱道 老爷生长在江边 不怕官司 不怕天 昨夜划光来趁我 临行夺下一金砖 宋江和两个工人 听了这首歌 都酥软了 宋江又想到 他是唱手 三个正在那里 议论未了 只见那烧公放下鲁 说道 你这个错鸟 两个工人 平日最会诈害 做私伤的人 今日却撞在老爷手里 你三个 确实要吃板刀面 确实要吃馄饨 宋江道 家长修要取消 笋得换做板刀面 笋的是馄饨 那烧公争住眼道 老爷和你耍身鸟 若还要吃板刀面时 安有一把泼风 野四块刀 在这黄板底下 我不销三刀五刀 我只一刀一个 多多你三个人下水去 你若要吃馄饨时 你三个快脱了衣裳 都齿条条的跳下江里自死 宋江听罢 扯定两个工人说道 确实苦眼 正是福无双至 祸不担心 那烧公鹤道 你三个好好商量 快回我话 宋江答道 烧公不知 我们也是没奈何犯下了罪 跌配江州的人 你如何可怜 剑饶了我三个 那烧公鹤道 你说什么闲话 饶你三个 我半个也不饶你 老爷换做有名的狗脸张爷爷 来也不认得爹 去也不认得娘 一遍都闭了鸟嘴 快下水里去 宋江又求告道 我们都把包裹内金银 裁剥 衣服等下 尽数于你 只饶了我三人性命 那烧公便去黄板底下 摸住那把明黄黄板刀来 大鹤道 你三个要怎的 宋江仰天叹道 为因我不敬天地 不孝父母 犯下罪责 连累了你两个 那两个工人也扯着宋江道 鸭瑟 爸 爸 我们三个一处死休 那烧公又鹤道 你三个好好快脱了衣裳 跳下江去 跳边跳 不跳石 老爷便跺下水里去 宋江和那两个工人抱坐一块 恰带要跳水 只见江面上 咿呀呀卤声响 宋江探头看时 已知快船飞 也似从上水头摇江下来 船上有三个人 一条大汉手里横住拖叉 立在船头上 烧头两个后盛 摇着两把快卤 星光之下 早到面前 那船头上横叉的大汉便喝到 前面是慎母烧公 赶在当岗刑士 船里货物 见者有分 这船烧公回头看了 黄芒硬道 原来却是李大哥 我只知道是谁了 大哥又去做买卖 只是不曾代谢兄弟 大汉道 张家兄弟 你在这里又弄着一手 船里深入行货 有些油水吗 烧公答道 叫你得知好笑 我这吉日没道路 又赌输了 没一闻 正在沙滩上闷坐 岸上一伙人赶着三头行货来我船里 却是鸟两个工人 解一个黑矮囚徒 正不知是那里人 他说道 迭配江州来的 却又向上不带行家 赶来的岸上一伙人 却是针上穆家哥两个 要讨他 我见有些油水吃 我不还他 船上那大汉道 多 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 宋江听的声音私塾 便舱里叫道 船上好汉是谁 就宋江则个 那大汉诗经道 真个是我哥哥 早不做出来 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 星光明亮 那立在船头上的大汉 不是别人 正是 夹住寻阳江谱上 罪称豪杰英雄 梅浓掩大面皮红 姿虚垂铁线 羽化若同中 林林身躯长八尺 能会立剑双风 重播月浪力气功 卢州生李俊 绰号混江龙 那船头上立的大汉 正是混江龙李俊 背后船烧上两个摇炉的 一个是初动交同微 一个是樊江渗同梦 这李俊听的是宋公明 便跳过船来 口里叫苦道 哥哥惊恐 若是小弟来得迟了些个 误了人凶性命 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 就传出了江里 感谢思言 不想犹豫着哥哥再次受难 那烧工呆了半赏 作声不得 方才问道 李大哥 这黑汉便是山东 及时雨送功明吗 李俊道 可知是李 那烧工便拜道 我那爷 你何不早通个大明 省得住我做出歹尸来 征邪而伤了人凶 从江问李俊道 这个好汉是谁 高姓和名 李俊道 哥哥不知 这个好汉却是 小弟结义的兄弟 原是小姑山下人士 姓张 明亨 绰号传伙 专在此寻阳江 坐这件稳山的道路 宋江和两个工人 都笑起来 当时两只船 并住摇奔滩滩边来 揽了船 苍礼服宋江 并两个工人上岸 李俊又与张恒说道 兄弟 我常和你说 天下一事 只除非山东及时雨 运成宋牙丝 今日你可仔细认看 张恒瞧开火时 点起灯来 照住宋江 扑翻身 留在沙滩上拜道 望哥哥数兄弟罪过 宋江看待张恒时 胆见 七尺身躯三脚眼 恍然赤发红镜 寻阳江上有声名 冲波如水怪 月浪似飞京 恶水狂风都不惧 蛟龙剑触浑镜 天叉烈速 骇生灵 小孤山下重 传火号张恒 张恒拜罢问道 义士哥哥为何是 配来此间 李俊便把宋江 犯罪的事说了 今来迭备江州 张恒听了说道 好叫哥哥得知 小弟一母所生的 亲弟兄两个 长得便是小弟 我有个兄弟 却又了得 浑身雪恋 也似一身白肉 没得似五十里水面 水底下浮得七日七夜 水里行 疑似一根白条 更坚一身好武艺 因此人其他一个一鸣 换作浪里白跳张顺 当初我弟兄两个 只在杨子江边 做一件一本分的道路 宋江道 愿文则个 张恒道 我弟兄两个 但赌输了时 我便先驾一只船渡 在江边境处坐司渡 有那一等客人 谈省惯百钱的 又要快 便来下我船 等船里都坐满了 却教兄弟张顺 也扮作单身客人 背着一个大包 也来趁船 我把船摇到半江里 写了乳 抛了钉 插一把板刀 去讨船钱 本和五百族前一个人 我便定要他三贯 却先问兄弟淘气 叫他假意不肯还我 我便把他来起手 一手揪住他头 一手提定腰胯 扑通的窜下江里 排头儿定要三贯 一个个都惊得呆了 把出来不迭 都脸的足了 却送他到僻静处上岸 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 走过对岸 等没了人 却与兄弟分钱去赌 那时我两个只靠这件道路过日 宋江道 可知江边都有主顾 来寻你私度 李俊等都笑起来 张衡又道 如今我弟兄两个都改了一眼 我便只在这寻阳江里 做些私伤 兄弟张顺 他却如今自在江州 做麦鱼芽子 如今哥哥去时 小弟寄一封书去 只是不识字 写不得 李俊道 我们去村里 央个门馆先生来写 留下同威 同猛看船 三个人跟了李俊 张衡提了灯 头村里来 走不过半里路 看见火把还在岸上明亮 张衡说道 他弟兄两个还未归去 李俊道 你说误谁弟兄两个 张衡道 便是镇上的穆家哥两个 李俊道 一发叫他两个来拜见哥哥 宋江连忙说道 使不得 他两个赶住要捉我 李俊道 人兄放心 他弟兄不知是哥哥 他亦是我们一路人 李俊用手一招 胡绕了一声 只见火把人半都飞奔将来 看见李俊 张衡都供奉着宋江 做一处说话 那弟兄二人大惊道 二位大哥 如何与这三人私熟 李俊大笑道 你道他是误谁 那二人道 便是不认的 只见他在镇上 出银梁 上那是枪棒的 灭岸镇上威风 正呆要捉他 李俊道 他便是我日常和你们说的山东 及时雨 运成宋雅斯功名哥哥 你两个还不快拜 那弟兄两个撇了破刀 扑翻身便拜道 闻名久矣 不其今日方德相会 却才甚是冒毒 犯伤了哥哥 忘记怜悯恕罪 宋江浮起二位道 壮士 愿求大名 李俊便道 这弟兄两个父虎 是此间人 姓牧 明红 绰号梅哲兰 兄弟牧春 换做小哲兰 是街阳镇上一霸 我这里有三霸 哥哥不知 一发说与哥哥知道 街阳领上领下 便是小弟和李俊一霸 街阳镇上 是他弟兄两个一霸 寻阳江边做私伤的 却是张衡 张顺两个一霸 以此为之三霸 宋江答道 我们如何省的 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 忘记放缓了血泳 沐红笑道 便是使枪棒的那死 哥哥放心 随即便交兄弟牧春 去取来还哥哥 我们且请人兄到碧庄 府里请罪 李俊说道 最好 最好 便到你庄上去 沐红叫庄客 助两个去看了船只 就请同位 同盟一同都到庄上去相会 一面又助人去庄上报纸 置办酒食 杀羊宰猪 整理炎炎 一行众人等了同位 同盟一同取路头装上来 却毫无耕天气 都到庄里 请出穆太公来相见了 就草堂上分宾主坐下 宋江看那幕红石 端的号表人物 但见 面似银盆身似玉 投缘演戏梅丹 微风凛凛逼人喊 灵官离度府 又剩下天官 武艺高强心胆大 枕前不肯空还 工程也占夺气饭 穆红真壮事 人好没遮拦 宋江与穆太公对坐 说话未久 天色明朗 穆春怡渠道 并大重血涌进来 一处相会了 穆红安排严席 管带宋江等众位饮宴 至晚都留在庄上歇宿 此日 宋江要行 穆红那里肯放 把众人都留庄上 陪试宋江去镇上相满 观看街阳市村景致 又住了三日 宋江怕为了限辞 前一要行 穆红病重人苦留不住 当日做个送路研习 此日早起来 宋江坐别穆太公 并重位好汉 临行吩咐学勇 且在穆红处住几时 却来江州再得相会 穆红道 哥哥但请放心 我这里自看过他 取出一盘金银 宋与宋江 又激发两个工人些银两 临动身 张衡在穆红庄上 央人修了一封家书 杨宋江赋予张顺 当时宋江收放包裹内了 一行人都送到寻阳江边 母红叫之船来 取过仙头行李下船 众人都在江边 安排行家 取酒时上船践行 当下众人撒泪而扁 李军张衡 母红 穆春 薛勇同微 同盟一行人 各自回家 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工人 下船投江住来 这韶宫非比前番 拽起一番风棚 早送到江州上岸 宋江衣钱带上行家 两个工人取出文书 挑了行李 直至江州府前来 正直赴隐声听 原来那江州知府 姓蔡 双明的张 是当朝蔡太师 蔡经的第九个儿子 因此江州人 叫他做蔡九知府 那人为官贪婪 做事嚼奢 为这江州 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 一切人广无盈 因此太师特地 叫他来做个知府 当时两个工人 当听下了公文 押宋江头听下 蔡九知府 看见宋江一表飞俗 便问道 你为何家上 没了本周到的风皮 两个工人告道 于路上春雨淋漓 却被水师坏了 知府道 快写个帖来 便送下城外 劳城营里去 本府自拆工人 押记下去 这两个工人 就送宋江 到劳城营内交割 当时将周府工人 积了文贴 兼押宋江并同工人 出周牙 前来酒店里买酒吃 宋江取三两来银子 与了将周府工人 当讨了手馆 将宋江押送 单身房里听后 那工人先去 对管营拆拨处 替宋江说了方便 交割 讨了手馆 自回江周府去了 这两个工人 也交还了宋江包裹行李 千愁万谢 相辞了入城来 两个字说道 我们虽是吃了惊恐 却赚了许多银两 自到周牙府里伺候 讨了回文 两个曲路往记住去了 话里只说 宋江又自扬美人情 开拨到单身房里 送了十两银子与他 管营处又自家 被送十两病人士 营里管事的人 并使唤的军舰人等 都送些银两 与他们买茶吃 因此无一个不欢喜宋江 扫课引到点事丁前 除了行家 参见 管营 未得了赌路 在厅上说道 这个新配道犯人宋江听着 先朝太祖武的皇帝 圣旨失礼 但凡新人流配的人 徐仙吃一百沙威棒 左右与我捉去背起来 宋江告道 小人一路 感冒风寒时症 至今未曾全可 管营道 这汉端的似有病的 不见他面黄肌瘦 有些病症 且与他全记下这顿棒 此人即是县力出身 驻他本应超市房 做个超市 就实立了文案 便交发去超市 宋江泄了 去单身房取了行李 到超市房安奔了 众囚徒见宋江有面目 都买酒来与他庆贺 此日 宋江置杯酒食 与众人回礼 不时间 又请柴伯 排头地杯 管营处 常常送礼物与他 宋江身边 有的是金银财布 自落地结识他们 住了半月之间 满营里 没一个不欢喜他 自古道 事情看冷暖 人面竹高低 宋江一日与柴伯 在超市房吃酒 那柴伯说 与宋江道 贤兄 我前日和你说的 那个节级场里人情 如何多日不使人 送去与他 经已一巡之上了 他明日下来是 虚不好看 宋江道 这个不妨 那人要钱 不与他 若是插拨个蛋要时 只顾问宋江去不妨 那节级要时 一文也没 等他下来 宋江自有话说 柴伯道 雅思 那人好生厉害 更坚手脚了得 唐货有些言语高低 吃了他些羞辱 却道 我不与你通知 宋江道 兄长由他 但请放心 小可自有措置 敢是宋鞋与他 也不见得 他有个不敢要我的 也不见得 正嫩的说未了 只见排头来报道 劫几下在这里了 正在听上大发作 骂道 心道佩君 如何不送常理钱来与我 柴伯道 我说是吗 那人自来 连我们都怪 宋江笑道 柴伯哥哥羞罪 不急陪事 改日再得作备 小可且去和他说话 柴伯也起身道 我们不要见他 宋江别了柴伯 离了超市房 自来点是听上 见这结级 不是宋江来和这人私见 有分教 江州城里 翻为虎枯朗过 十字街头 便坐尸山血海 直叫撞破天罗归水浒 掀开地往上梁山 毕竟宋江来与这个阶级 怎么相见 且听下回分解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 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 让盲人或市长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 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 和给我一个大木钩 再交代 orgas不 Qing 如果 Hoff��创าง认可很容易